民进党施加争议在蔡英文从遗憾变制线后落幕 根据TPBS最新民调 双一差距四天内 支持度从原本的6%缩小到4% 再经过区别分析 推估为表态选民投票意向 双方差距更是仅仅剩下1% 换算成推估得票数 马无配领先14万票 从一个月前落后20万票转为为辅领先 战况极为胶着 下个选战民调观察重点 已经转向蔡英文的宇昌生计争议 蓝营趁着立法院休会前几乎半空城状态发动突袭 变更委员会议程 炮打蔡英文在宇昌投资案的争议角色 他炮及立委几乎全部报道轮番猛攻 从人数比例来看 总共16位的宇昌立委中 蓝营立委以13比3压倒性优势 通过离时提案 打得绿营措手不及 并且频频做球给金建会主委接招 甚至连最关键有蔡英文签署的极机密文件都带了过来 不仅在立院发动气息 蓝营还在评片媒体等半版广告 绿营方面则强调宇昌投资案不是弊案 反批这是对手的选举奥勃 委员会决议 一周内会将行政院指示投资宇昌生计的极机密文件 公诸于世 届时势必会是蓝绿民调波动的观察指标 好 接着我们刚才来看到这个民调 很多的媒体报警会每个里面在做 但是双方的还是呈现了一个胶着 或许官朋友会有个问题是 最近我们看到不管是委员爆料也好 或是这个对手正打的出手 或是自己犯错像是世子拉成英柱事件 到现在宇昌案 为什么蔡英文女士的这个民调 还是如此的屹立不摇 她是不是露出这样的表情 就是说对我蔡英文什么都不需要解释 你们来对我的质疑就是一种人格的抹杀 她就赢了 我们从GBS民调来看 在12月3号第一次辩论之后呢 到现在12月7号 两个人的这个所谓中间的差距 从原本的6%差了只4个百分点 怎么会这样子 发现原来有人都说 世子的问题都造成不了蔡英文女士 带领民进党里头所犯的错误 所造成的伤害 那接下来实在 那又让大家觉得说 如果是要TVBS的这个区别分析法的话 如果明天投票 马英九只有赢14万票 比11月20号不到一个月之前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蔡英文胜马英九20万票 可是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马英九现在回过来 也不过赢蔡英文14万票 怎么会这样子 我要请教一下 我们看到好像蔡英文是不是因为席上太端正 所以大家对他的质疑 民众都不买单都觉得说 不可能我们可爱的小英主席不会这个样子的 我看法跟我相反 看那个民调 当初为什么蔡英文会赢马英九20万票 就是因为其实民调会起起伏伏都是重大事件 所以在苏家庭浓舍事件的时候 事实上是有受影响 所以民调拉大 当他马英九阵营这边犯错的时候 民调就往前接近 甚至已经上次TBS估计是已经蔡英文赢20万票了 11万的时候 如果国民党阵营再继续犯错的话 他这个差距还是会拉下去的 对 但是后来又因为 那个蔡英文阵营又犯错 所以他才这个趋势又再拉回来 拉回来但是我们有没有记住一件事情 不管是蓝或绿 他都有铁板一块 就是说不管你做得再怎么样 我都支持蓝 不管你做得再怎么样我都支持蓝 但是中间的变化 为什么当初马英九会赢 这个借场你两百万票 就是这些变化在走 所以在这两块区块在走的时候 谁犯了错 这个区块就会拉开 所以我认为 如果这个雨昌事件 蔡英文再不讲清楚的话 这个效应还是会拉开 我去做过很多的民调的解虚 大概平均大概7%左右 对 大概平均大概在7%左右 从原来参与已经接近了 甚至有超过了 你只能说7线是马英九零千 零千 我看过很多民调 而且我去做过很多分级 大概都7左右 从本来有可能被赶过去 有可能输到变成又赢回来7 但是未来看 未来哪一个政法 有没有再出现重大的错误 对 对 但错误有时候很难讲 因为大家看台湾选局 其实利盈的人 他的铁杆胜利 其实是比较有情有义 你什么事 我都坚持不走 我所以戏称之后 这个叫做猛男嘉词 猛男嘉词他根本就不怕 蔡英文 所以你看 如果明天就是总统大选投票率 请问下列三组人选你比较会投给谁 这是最近各大媒体的民调 马虎佩在TVBS12月7号是41 蔡英文他是37 你看差4%而已 年代报12月3号的民调 马虎佩是39蔡英文是32 差7 那这中国时报12月3号的民调 他是40比33也是差7 所以你看是差不多苹果 苹果是35比27 他其实差倍数字 只有台湾智库这是蔡英文自己的 所以他还小于马虎9 0.5 这个其实是比较 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 那我们通常在媒体 其实在媒体 主要是这三份民调 中国时报是国内首有媒体里面 做民调最早的 他大概零口76年就成立 因为这三家民调公司我都很熟 我常去看他们做民调 他们负责人跟我熟 联合报是全国最大的民调 他有67个谎言 那他的 他其实不是联合 他是中时跟联合已经各成立一家公司了 他们在外面接case都接不完 很多企业也请他们做 就是他有公信力 联合报最大的 他里面有67个谎言 那个房间很大 他在捷印大安站的对面 不是在联合报社里面 他是一家公司 那TVBS长期做 所以TVBS上次的总统大选 前一天晚上10点半 他们主任传简信给我 说明天投票 马昂九赢谢唐廷218万票 就是用刚刚民调所设出来的方式去交叉 我们民调最难的最难在哪里 不表态的人到底最后是投给谁 就是不表态的人到底投给谁 就是你要把不表态的人把它算出来 那个东西是很难 你要经过多少科学的东西 然后根据你过去访问 你去访问说这个人虽然不表态 但是最后他的票会往哪里去 这个东西是现在民调 其他那些民调公司做不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很难 董哥刚刚民调提到这个数字 这个是民调的结果 你看他访问的时间是五六七三天 所以严格讲起来 他宇昌案并还没有正式的发表 孟南也还没有 所以这个孟南跟宇昌都不能算在这里面 所以如果因为我们这个TV被人家 他每个礼拜都做的 下个礼拜来看的话 我相信结果会不一样 一定会有变化 我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是亲民党的朋友 这个用个成语叫做兔死胡碑 好像看到2000年那种新票案 有没有像我不去做比较 可是我们讲新票案的部分 宋楚瑜那时候他是 身世是很好的 他很有可能当选的 所以新票案一出之后 宋楚瑜做了多少 我们现在看起来很笨的事情 我相信宋楚瑜五月梦回想说 我为什么说不要什么东车长辈 西车长辈 他这个儿子的五栋房子 交代清楚什么的 搞不好他会过关 搞不好他像总统都卸任了 阿扁也不用抓去关 可是我为什么拿这个当地 就是说蔡英文从国民党 开始在追打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第一天就犯错了 第一天就出来说你民主支持 你政治谋杀 你人格谋杀 那是无济于事的 当初宋楚瑜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暴跳如雷 国民党奥布 那不是找那个什么 一个什么西流民那个 杨吉雄出来讲 整个就乱掉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 我是要跟蔡英文讲说 其实还有34天的时间 如果你愿意坦然面对 或者参照小弟那个很笨的方法说 我开个记者会 然后把这一千多号拿出来说 那这个 干成小猪再送出去 让你们观感不好 我全部捐给公益 然后我来跟大家道个歉什么的 荣获还有点机会 如果民进党选择的 这是我的结论 选择硬拗 谩骂 抹黑媒体 然后以为这样子可以过关的话 我觉得蔡英文的民调 我的研判会往下走 好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TBS民调 在云嘉南的部分 蔡英文女士是有下降 马英九是有上升 所以代表说事情有若干的一些影响 不过整个或许就是因为彼此咬得大 太紧了 所以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上 有特殊的不同 不过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这个魏徒兄 因为若是您长期的 在民进党组织部 您会了解就是说 陈英柱跟世家的事情在先 猛男跟宇昌的事情在后 那你觉得这个蔡英文的事件 会因为这个国民党 现在强力猛攻宇昌 或者是说这个猛男 来解释了未来第一夫人的 一种生活的品位 会让民进党支持者 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甚至中间选民吗 只会隐藏到中间选民 并不会隐藏到民进党的 他们能够接受度这么宽吗 我跟你讲 以前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都必必也要打个担罪必 你还要死亡也要打个担罪 因为他们民进党 他们会主动 会成群 我在中央党部组织部的时候 他们都是意思就是缓国民党 只要是你国民党 做的事都是错的 这民进党永远是对的 如果有错 是我们自己选民看错 我们自治人做错了 是我们自己眼睛化汤的 他们就是不会说去说 我今天我就要看你这个人 候选人是好不好 道德品的标准好不好 像余昌岸就好了 余昌岸是一个蔡英文的 道德的审判 是土地的心盘 你当个总统没有道德的 没有经过一个道德之外 那个意大利总统有什么 你吓得了 你当现在吓台了 所以那个有什么一样 所以我今天我要 这个是那个黄红果教授 他那个我们台大的教授 他跟美国那个 就是美国他们派来的 那个美国奥克拉 河马大学的 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 葛小伟 把台湾做样本比对的 这个我现在又要开始觉得 我们这个林卫图议员 料事如神 因为我现在这个工作人员 给了我一张TVBS 在今天最新的民调出来 可能也是因应我们 这个副手的参选人 今天的表现 影响到我们现在对于 各组不同参选人的意愿 最新的民调 跟TVBS的评估 现在是39% 对上39% 就是马英九 吴敦逸这个组合 对上蔡英文 以及苏嘉全的组合 在今天这个事情 包括雨昌的发酵之后 还打成平手 所以我们更加印象董哥 其实蔡英文支持者很铁的 不会跑的 我用这个来做补充好不好 因为这个 你刚刚说做出来是39比39 我们看我们回到 11月10号这个 当时是39比38 是马英九领先 蔡英文1% 结果推估的结果是 马英九要输20万6千票 那如果现在做出来是39比39的话 观众票你觉得是谁赢 马英九输50万票 你哪行啊 还要再输更多啊 对 白昌应该都输多少 所以民意你刚刚讲39比39 你有沒有念错啊 没有没有数字上我们给的数字就这样子 可是今天下午我们看这辩论的表现 输家宣也没怎么样啊 反正大家都认为吴敦云表现比较好啊 然后蔡英文又以昌岸的这种 这种道德上 不是我只能说蔡英文在寒风东张中指责国民党说你们是大野狼 他是小红帽 这样就赢了 这样就赢了 有这样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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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所以就说台湾的民众你要怎么看待 从一斤两块的市值 然后再到猛兰秀 然后再到乙昌岸 乙昌岸现在蔡英文赚多少钱 没有对外奖 说一千多万 但是我跟他算大概是一千九百八十万 然后乙昌岸 国家基金投资乙昌只是六天就准了 而且还用GG蜜 就说对民众来讲没有感觉 蔡英文说我被破坏 这些东西都有公文 蔡英文有他的公文 他前手自己批公文 后手批公文 包给蔡英文副院长 包给蔡董事长 公文自己批 老百姓都没有感觉 蔡英文说我被破坏 大家就相顶 然后就给他 这合理吗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